這題關於equation of strict line的題目 現在你要找回這條equation of strict line 如果它穿過這兩點 23和57 記住你要找個equation of strict line 你一定要得到兩個資訊 第一你要知道這條直線的slope是多少 你要找出來 第二你要去找一下有哪一點是分成這條直線 這次有兩點 23這一點和57這一點 當然你用哪一點去計算都沒問題 你已經有一個point 只是差一個slope 那就是你要拿著這兩個point 去計算這條直線的slope 因為這條直線同時穿過這兩個point 所以你就可以拿著這兩個point 去計算直線的slope 直線的slope就是y座標相減7減3 over x座標相減5減2 即是是over 3 那就是你知道這條直線的slope是4over 3後 你可以設定equation 左邊就是y-3除了x-2 即是用公式去計算這條直線的slope 那你說為何又要再計算多一次呢 因為你要當直線上有一個虛構的點叫xy 你就拿著那個variable的point xy去計算 就是y-3over x-2 或者你會問用y-7除了x-5可以不可以呢 一樣可以 你拿其中一點做就可以了 右邊就是你拿著那兩點去計算出來的slope的實際數值 4over 3 左邊就是用公式計算出來的 右邊就是靠你自己用那兩個point計算出來的 兩邊都是計算slope 所以左邊會等於右邊 因此這個equation就出來了 然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分母x-2整個丟過去成 可以剩射的絲頗 整個4over 3 안� 嘗試可這樣寫 考試有沒有寫得簡短一點呢?有的 考試的時候你可以這樣寫 左邊是y-3 over x-2 都是用公式去當有一個point xy在直線上 右邊直接用兩個point去計算 7-3 over 5-2 直接用formular 這裡其實你也會計算4 over 3 但是中間的快減步驟其實我不看的 你寫對了這個算式 然後出到一個正確的最終答案 那就拿滿分了 OK 反而我也建議你中間有一點步驟都寫出來 方便你自己檢查答案 OK 如果講比分的話 最少就是這行 寫到equation of strict line的起手步驟 和最終答案